我是陈宇宝的部落 我是拖鞋子的部落 就是拖鞋子的部落 大家都是好茶人在干什么 元宝的子民自救会 发起守住元宝的部落联署活动 并前往卢凯族产业发展协会办活动的现场 大喊我们是元宝的部落 不是拖鞋子的部落表达诉求 自从好茶部落搬迁到里那里 卢凯族产业发展协会 以借待家庭的方式来发展产业 并约理那里拖鞋子的好茶部落为产业主轴 但部落族人认为不妥 因此发起元宝的部落证明运动 呼吁好茶族人一起认出来为自己证明 他用这个拖鞋子的自称来自称 拖鞋子的意义是在哪里 那不就是一般的基本的礼貌吗 为什么要用这个这样的一个 那么好笑的来自称自己 那么千古百年的这样的一个 云豹精神这样的一个称号 拖鞋子的部落也就是把这个东西南夸到整个部落 以后他就用来推广行销 这个我们好茶 把这个拖鞋子部落这个名称完全掩盖了 我们本来的文化价值精神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生气难过的原因在这边 陆凯族产业发展协会 对于云豹的子民自救会发起的联署活动 以及到活动现场抗议的动作都不愿意回应 好茶部落的长辈则赞同年轻人出来发声 表示他们开始发觉部落应该回归共有化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有部落的共识 大众化共有化所谓祖先留下的这个美好的精神 是永恒的而且非常有价值 要重新团结要重新集中放在部落 所谓部落的这个精神才会有意义 小小的事情都会有香味都有尊容 目前部落会议基本上我们会考量 来做这样的一个专题的讨论 因为部落既然有在那个纷扰 我也忧心部落之间 我们的居民会有一些鲜血 有影响我们部落的和谐 陆凯族人将云豹视为生命伙伴 就连部落入口异象都以云豹雕像来呈现 对于脱鞋子的部落称谓的争议 确实带给好茶部落不少的纷扰 部落长辈希望回归部落共识 才是最好的方式 评论新闻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 о站的交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斌